好我們看第三題 他說六個人到碼頭坐船 那麼有夾一筆三艘艘可以選擇 那每艘船最多可以坐五個人 那請問你 第一小題他就問你說 每艘船如果最多只坐五個人的話 一共有幾種坐板 第二小題他說如果每艘船只有四個人 只坐四個人的話 一共有幾種坐板 好這個題目呢先想一下 如果我問你我都沒有任何條件限制 我不限定船可以坐幾個人的話 一共有幾種坐板 好也是一樣的請問你 是人去選船還是船去選人 這個又是一樣 又是一個邏輯上的那個矛盾的地方 因為正常情況下是人去選船 因為人才有主觀一事對不對 可是問題來了 人可以不要坐那個船嗎 應該這樣講好了 這個題目跟他前面不一樣的地方是 人是不是可以坐船 所以這個題目呢我可以有什麼做 就是用人去選船 所以把他起來去 人去選船 像剛才那一題的話 沒有剛才這一題 就比較討厭一點就是 獎品去選人 像這一題 這題的話是獎品去選人 那以這一題來講的話呢 因為人一定要坐船 對不對 所以人去選船 所以請問你 每一個人一共集中選擇可以選 因為有三雙人可以選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人是有三轉 因為有六個人 對不對 所以答案呢 是不是等於三二六四八 就是在沒有任何條件限制的情況下 還沒寫完 就是沒有條件限制的時候 現在我要扣 扣整個東西 因為他說 我最多層搭乘五個人 所以你要反過來講就好了 如果 假設我們定義說 五個人一下都是安全的 你這樣反過來講 什麼時候會發生危險就可以了 超過五個人嘛 那你看 我有六個人就自我 我因為發生意外的行星 是什麼行星 所以六個人坐同一艘船 對不對 所以這第一個體驗很簡單 就是用全部 去扣掉六人一艘船的 就可以了 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 全部的話 是我沒有任何條件限制嘛 那你扣掉六個人一艘船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剩下就是五個人 四個人三個人兩個人 一個人 那都是安全的 對不對 因為他說最多可以搭乘五個人 這樣聽懂嗎 是單就要算 所以大家去等 全部的就等三個六四八 減掉 六個人一艘船的可能性有多少 那就很簡單 六個人要不是同時坐假船 要不是坐移船 要不是坐移船 所以有幾種可能 三種 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已經規定了 六個人要做同一艘船 後來 所以答案出來 把案就等於 200 對不起不是 726 726 好 第一題 第二題 我反而建議打信號 打信號的原因是 他不難 他就是因為簡單 簡單的被騙 這口水準給你們 建議 其實如果 你考二次的這個單元的話 你要小心一點 就是 這個單元排列還有組合 甚至於後面的機率有沒有 我跟你說 其實通常你會寫錯的原因 是因為你想太多 然後還有可能性是你想太少 因為我講一實在話 這個單元裡面的計算 其實我覺得都還好 沒有太過於討厭的題目 討厭要是在於所有的題目 會想太多想太少 聽懂嗎 所以這題目呢 我建議也是這樣做的 就是 每艘船最後就單是四個人 那我就怎樣 幹什麼的方法 我就用全部 扣掉 六個人一艘船的 對不對 因為就是危險 那扣掉什麼 五個人一艘船的 好 現在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會從別人 當你題目做得很快的時候 就等不去想寫 老師我加上什麼東西 加上五個人一艘 你後面不會是加的 為什麼 因為這兩件事情有沒有 肯定是一個什麼 沒有交情的集合 因為六個人如果都是同一艘船的話 不肯同時出現五個人同一艘船的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六個人同一艘船在同一艘船上面 五個人一艘船是說 有五個人在一艘船 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艘船上面 懂我講意思嗎 所以這兩個不會有交集 所以你不需要扣掉那個重疊的部分 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重疊 這是一個小心的地方 會啦 好 所以答案一樣的算法 來吧 這個呢就是三的六四方 檢掉三 來檢掉 五個人一艘船怎麼辦 如果是五個人一艘船的話 你怎麼算 五個人落同一艘船的話 你覺得 怎麼寫 那個五個人落同一艘船的時候 怎麼想 我先說喔 這個單元你要想清楚 你要不要聽我說 因為你聽我說都會覺得很合理 你要自己去想一下 好 所以如果沒有人告訴你的時候 你怎麼去做 我告訴你嘛 你會的東西就無非 乘法原理 加法原理 對不對 然後排龍原理 然後還有什麼取捨原理 這些東西嘛 對不對 好你告訴我 如果是五個人投一艘船 你要怎麼去思考 比較快的 你把送出來 五個人投一艘船出來的時候 做完這樣子的 你先把那五個人先找出來 還有那一個人 他請問你 五個人一組跟另外一個人一組 總共有幾種可能性 六種 我說老師你怎麼知道 就很簡單嘛 我不要想到五個人了 我想說到底有誰算自己 只能夠自己一個人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有 一二三四五六 這六個人 如果我一號自己一個人一組 那是不是就二三四五六 我自己一組 如果二號自己一個人一組 那是不是就是一三四五六一組 如果三號自己一個人一組 那是不是就是一二四五六 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機會 當他唯一的那一個人 所以總共有六種可能 對不對 還沒結束 接下來我要坐船吧 對不對 好那等於說我把六個人分兩組 其中一組是一個人 另外一組是三個人 五個人的 對不對 好那一個人一共幾種選擇 因為我不是有三艘船嗎 所以那個人呢 我有三種選擇 然後選完以後呢 另外那五個人呢 就剩下兩條艘 那就是三乘二 這樣聽懂嗎 簡單來說你把那五個人 想成他以私有一個人就對了 就等於說兩個人去做三艘船 那請問你一共有幾種選擇 而且不可以重複喔 因為我已經做好 你講好了嘛 就是一個人一殺嘛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答案應該是六乘以三乘二才對 會啦齁 所以答案得多少 答案等於六八還九十 六八九十 這個題目的那個數字不難 現在問題是你要知道 為什麼六乘以三乘二 我給各位同學一個建議喔 就是 你在自己做題目練習的時候 或者看解答的時候啊 你一定要養成習慣 你永遠是要知道說 為什麼是量成的 因為尤其是這幾個單元 排列曲的這個單元 你一定要知道說為什麼量成 而且還要第一個除了知道之後 你還要知道說 我考試的時候我要怎麼想 常常想說 我明天應該不該這樣算 這樣聽懂嗎 會啦齁 OK 好 這個你把它寫上去吧